让我帮助他 我没有想到是你策划的 说什么卖车卖法帮助我 说什么他给我表白 然后我不接受我这些 然后粉丝们全部骂我 把我搞的 我直播间就几百个人去 牛链全部给他了 然后他就自己去发展去了 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了 然后这八年以来 他做了几百万 我也不知道 但是确实 一想到我这边 已经一位牛链 不知道你们试一下 是怎么约定的 但是对吧 确实你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可能这个事情就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我想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既然你知道这个事情 那么我确实我也安排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跟你说 一走 其实如果我不知道 他是你的徒弟的话 我就当做帮助他了 我也不说这个事情了 我也是有格局的 知道吧 我也没有必要 就是说他那边一想到我了 我就心里不舒服了 我确实不舒服心里 但是我 我没有拿这些事情说过 我也没有说过他 他怎么样 没有说过他八句不好 说白了 我从他离开到现在 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任何话 知道吧 我敢这么说 但是我知道 那天陈晓都说出来了 我知道陈晓都说的 他是你的徒弟之后 我就心里面不舒服了 因为我对他是清白的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 私底下解决 首先我对他这么好 对吧 他 他在这边 我起来吃饭 等等之类的 我也 他是来陈在我身边的 所以我一直也有帮助他 一直把我这个牛链 我想到就是他既然在我这边了 跟我一起了 和我合作了 那么我觉得 我的牛链也是他的 他的牛链也是我的 所以我把我自己人设都不要了 我都给他 知道吧 没想到 把牛链吸走完就直接走了 走了之后甩都不甩我 一句港戏都没有 一句没有感恩之心 说白了 没有我安慰 有你谈他什么事 他哪里连快哪里带着去 有北市 他前面就是网红 有北市 后面就是网红 对吧 为什么 吸了我这么牛链之后 天天看直播 天天照到那了 然后呢 天天带货挣钱 对吧 挣钱挣了几百万 我这边 我牛链被他吸走了 我直播都直播不起 那跟我有关系没有 对不对 他哪天 跟我有关系没有 那天我 我集会 对吧 他没有来 他给我发了红包了 对吧 这个我知道 他给我发了个 一千多块钱红包 但是我觉得 他就拿这个事来 在直播间说 他集会的时候 我跟他发红包了 喊你了 怎么的 那我拟了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徒弟 对不对 如果我知道他是你的徒弟 我会你这个红包吗 我看得起 这个一千多块钱吗 对不对吗 为什么 我就说 为什么我集会他不来 而且 平时吊的不吊我 对吧 我一直以来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 哎 我牛链吸走 又吸走了 对吧 大家认识朋友一场 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 是你的徒弟 是你安排的 握底多了吗 他是我徒弟 我想帮他 我希望你能帮他 因为 我到现在 我跟他说的 从我跟他 一年多两年没联系 跟他两个打电话 我是想帮他 然后他从苏海来到了乐山 因为我想帮他 他来了 我其实我压力很大 他来了以后你说 对吧 人家丢下了自己的家庭 一个人来到乐山 我压力很大很大 我跟你说 我只能把他安排在你身边 那个时候你身边有机会 所以说我把他安排在你身边了 我跟你说 其实这件事情可以画大画小 知道吧 如果说你们不这样子 我不会拿这件事情来说的 但是那天 那天他他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让我就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给他一个出路 对吧 他说他直播两个月 这点钱 直播两个月带点货 这点钱他就退完了 他就不玩这个平台了 他画平台了 所以我答应他了 知道吗 我说可以 我说可以 你既然这么说 我现在有两千记录 可以剪图给大家看 知道吧 我说可以 结果呢 三天 第二天他又给我发信息了 他说他想继续玩 这个抖衣 对吧 他说给我袭杀 怎么可以 怎么 怎么可以 对吧 那么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 对吧 他就不高兴 他就说他要找 找帽子叔叔 找起诉我 干嘛呢 那这种方式来对我 我当初对他这么好 给他这么多好处 他既然现在说 抱帽子叔叔 什么起诉我 那我就不热了 知道吧 因为我吃软不吃意 听懂了吗 而且 而且我觉得 这件事情 可以浩大浩小 如果他要给我 一张干我吃软不吃意 他好好跟我说 我跟他台阶下 知道吧 因为我也是一个 吸软的一个人 我是假年薪的 如果他懂得感恩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对吧 你有北市 你换个号叙玩 你有北市 你去其他品牌玩 对吧 跟我一毛钱关系 没有 对不对 你现在干涉到我的工作了 干涉到我的事业了 那决定是跟我有关系的 对不对 因为你谈谈这个名字 这个人设 是我给他的 是当初他给我提要求 我给他的一个人设 而不是说他 靠自己的北市 得来了这些粉丝 知道吧 你说平时 他直播 有人看到吗 几个人 十个人吧 那么我给他这个人 是这些粉丝 是从我这边过去的 那么我不希望他 一直骗我粉丝们 骗下去 知道吧 因为这个事情不说出来 我粉丝们都知道 因为那些成小都说出来了 因为粉丝们就知道 谈谈是你的徒弟 这个事情了 如果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粉丝们觉得我误会了你们 或者粉丝们觉得 心里不舒服 知道吧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事情 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知道吧 有什么事情 阿伯啊 我不知道 你我把它安排在你身边 蹭你的流量 确实确实我做的 做的有问题 这个 对吧 你看我 前段时间我也在积极的 配合你们处理这个关系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去闹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去闹 大家和系生财 喝水不忘挖井人 家人们我觉得对不对 我也会劝 唐唐跟两个和解 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我也管不了他 我只能劝 我跟你说 如果说他要好好跟我说话 好好给我一个台阶下 对吧 我是一个换位思考的人 我是一个有格局的人 对吧 我也能理解 对不对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威胁你 我不知道他威胁你 我不知道 说抱帽子 说要起 起诉我 我现在我也管不了 他在认识听我话 他现在不在对吧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了 我只希望的是大家和谐处理 对吧 该补偿 他报什么起什么起什么数 我是这么想的 该补偿你 咱补偿 咱们有什么事情好好谈 可以谈的 对吧 咱们是可以谈的 对不对 你看之前我也帮你们协商了 让你们达成一致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觉得我为什么 说啊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事 啊 家人们 我知道谈谈有抱了 帽子叔叔 谈谈又起诉我 知道吧 但是我做人做事 无喜无愧 知道吧 我不怕 知道吧 如果他要给我一直干 我就更不高兴了 知道吧 如果他给我 就是说好好商量 然后呢 就是说 他一下前面那样 说让我给他一个台阶下 我都不说话了 对不对 没有想到他又反悔了 然后呢 又又又说是要 又要起诉我 要要抱帽子叔叔 那我就抵着干了 那我就要吃饶不吃意 知道吧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做人做事 我无喜无愧 首先第一点 我没有在网络上 挽抱你 为什么没有挽抱你 是因为谈谈 谈谈是一个角色 不是你真实名字 谈谈 只是一个我的大大 我的角色 我想让他这 他就是这 我想让他皮 他就是皮 因为他已想到我的利益关系了 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甩来都不好使 知道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 他毕竟是我徒弟 有什么事情 私底下处理吧 私底下处理 可以 毕竟他是我徒弟 我想 我想把这个事情散了了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散了 你想我能够让他 转一万块钱给你 我是说实话 我是真心想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跟你说 一老板 家人们 你们说 我是不是想真心 解决这个事情 我让谈谈给阿伟转一万 我说这个钱 认我的 认我自己的 我是不是想 拿出诚意 想解决这个事情 家人们 你们说 我是不是拿出诚意 我说 谈谈 你给阿伟转一万 确实你利用阿伟的流量 赚了蛮多钱 那我认这个徒弟 我说你给阿伟转一万 拿出诚意了以后 咱们再谈 我有没有诚意 家人们 你们说 我有没有诚意 我自己 我给谈谈说 我说你给阿伟先转一万 转了以后再谈 这是不是给台阶 我操心这个事 我又希望的是什么 我又得到了啥 到现在我得到了啥 我啥也没得到 我得到的是 大家开播骂我 阿伟这边骂我 我现在我的徒弟也骂我 我也不知道我哪 没做好 可能我做的不够 我跟你说 对吧 你徒弟把我牛链吸走 之后天天开直播带货 有北市他起个账号带货 对不对 为什么要我给他的人事 然后我给他牛链 拿这包牛链去卖货 然后骗我的粉丝卖 对不对 这个我不热口了 知道吧 因为这个粉这个粉丝说白了 这些粉丝不是我买下来的 但是是我一天一天的成长下来的 是我从从 山上走到几天一一两年多了 然后呢 那粉丝是一天一天的 一天一个脚印的 关注我的 我不希望他们用这种手段 骗到我的我的粉丝 骗我的粉丝 知道吧 他如果说靠他的才艺 跳舞也好 唱歌也好 对吧 那么他靠他的才艺 他 自己玩起来了 那是牛 对不对 但是我不希望他用这种手段 去骗我的粉丝 对吧 那么你的徒弟 对不对 你的徒弟 对吧 你也跟我飞开这么久 我哪有这么多 我哪有这么多米 哪有那么多50万呀 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的徒弟 在我这边离开了 已带货 也带了几百万了吧 你应该 我不知道他挣了多少钱 阿伟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他从你这儿离开以后 他挣的钱 一毛钱也没分购 我跟你说啊 比来我直播 他把你踢了 他也把我踢了呀 阿伟 我希望我们能够 有什么事情 好好聊 然后我的三千 牛年就背着锡子了 行不行 他给你 你说他给你承诺了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他给我说 给我百分之三十 那现在也 一毛钱没给我呀 所以说 我觉得 他是我徒弟 我觉得我也不在乎 就是 我也不在乎 他给不给我这点 他不给我就算了 但是我希望我们呢 我还是能够帮你们协调 协调解决 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子的 他比来我直播 也可以达到五千人去 对吧 这粉丝是我一步一步 咋过来的 那么他把我这 我给他这些人设之后 他把我这些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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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这些人设计之后 他天天 天天叫一个男的 跟他一起就是直播 知道吧 直播 然后搞各种各样 然后找各种各样理由 有方式带货 卖货知道 卖货我已经查过了 也调查过了 卖了 责了几百万了 知道吧 责了几百万之后 也没有一句感谢 知道吧 也没有一句感谢 甚至我集会 就就发了一千多块钱 知道吧 这些的话都是发不发都无所谓 但是呢 没有一句感恩的心 对吧 好像他应该的那种 知道吧 没有一句感谢 反而我把这件事情说了之后 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想打发我一万块钱 知道吧 他说 我说可以 他一直求我 知道吧 说给我一个台阶下 对吧 给我一条出路 我想到没有必要 对吧 我就安静下来了 我有时候干嘛说我被骗了 但是我说实话 我这个人重情义 我跟 我跟 我跟坦坦 他以前叫小狐狸 我以前我的微信的备注都叫小狐狸 说实话 我这个人重情义 这么多年 大家互帮互助 一路走过来 他能 堂堂舍能够见证我 从白手起家 大家 我跟你说 大家讲出来 阿伟 哪怕 不管他骗不骗我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还是愿意 我还是想帮他 解决这个事情 他以前 他跟我在外平台 在别的平台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 叫狐狸子 还是什么的 我就 我就跟他改了个备注 备注叫 微信备注 叫小狐狸 这么多年 他是能够跟我一起 见证我白手起家 到现在的 说实话 他能见证我白手起家 到现在 我是如何一步一步 多么艰难 做到现在的 我觉得 我重感情 我重感情 所以说我今天 没别的意思 我还是想帮他 有什么事情 咱们可以 好好聊 我还是 哪怕他 他踢了我 干对我怎么样 我觉得 我重这份情意 我愿意帮他 那我问你 我跟你说 谈谈 对吧 你的徒弟 你安排到 之前也是在给你 之前也是给你上罢的 这是在另外一个平台 是吧 对 你不是有证据吗 你不是有证据吗 还说这些 我不知道你们 我只知道他是你的徒弟 我不知道你 他跟你以前是 也是一个公司的 怎么的 在另外一个平台也是 我问一下你 就是首先 你把他安排到我身边 然后我给他 当时他找我商量 知道吗 说给他 说 让我给他 让我在粉丝面面前说 他跟我认识几十年了 是放小怎么的 还有让我爸 认他干女儿 这些 让我去跟粉丝面 这么去说 知道吧 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说 当时我有困难处 说让他卖车卖房帮助我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的认识就好 粉丝面就会喜欢他 还有他给我 我表白 然后我 不接受这样子 你也知道 这些是不是 你叫他这么做的 对啊 你叫他这么 这么给我商量 我想让他快速成长 我想让他快速成长 我回头把聊天居住 发给你吧 就是我如何让他 做这些的 因为我想让他快速成长 没办法 他从珠海过来 你想 一个女孩子 从珠海过来 他背后还有家庭 人家要赚钱 对吧 他在珠海还是哪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做着小生意 做的是养那个鸟 还是干啥的 我把他带过来了 我有责任呀 我从 我把 你们说我这个人压 你们家人们 你说我压力大不大 我把他从珠海 对不对 那么远的地方 叫到 叫到乐山来 你们说 那我在 我压力大不大 我很想让他跟着我赚到钱 感谢淡定 感谢咱家管理 我真的很想让你们都赚到钱 包括我投了这么多人 因为 咱就不在直播间去讲了 我投了很多很多人 我现在我爸自己搞得交投难额 那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好吧 你问 既然既然我觉得我亏欠你 你问什么 我回答你什么 好吧 这也算是我拿出的诚意 行不行 你问什么 我回答什么 而且我回答的都是真实的 如果假的 你可以 全网 找我麻烦 嗯 那我跟你说 就是说 你的徒弟坦坦 把我正把牛链洗走了 最后一步 我记得很狠的 就是说 给我表白 表白之后 那一次我就发现了 他给我表白 我不接受 他就让我 让我 他给我表白 然后我不接受 让我这么去做 然后呢 我不接受的头时 他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